记者钟鸿良台北报道,前台北市官船局长简余燕今天上电台节目扣扣早餐接受专访,节目主持人周玉扣询问简为什么要跟市长柯文哲突然请辞,简表示自己并非弃职前逃,强调不愉快不是一天两天,而是长期路线上不同。 他说自己其实在去年世大运结束后,就原本想跟前市府秘书长苏丽琼一样辞去,后来花年时的牛子库事件变成为导火线,最后决定在议会通过官船局预算当天完成自己工作就请辞。 简余燕形容是否团队就像是鸡兔同龙,自己政治路线理念与柯文哲不尽相同,如当年他原本考量到独派大佬时明对台湾贡献,想要举办纪录片记者会,却被柯文哲打回票。 周玉扣追问简,柯文哲路线是否亲中简则说自己不清楚他的路线,但确实与本土派不接近。 简余燕也提到大巨蛋上,虽然不是他的业务范围,但自己曾经也是廉政委员会成员,他认为如果当初直接告远兄宣布停工,此刻可能已经变成工员,但最后却变成公务体系成为决策者。 但现在大巨蛋已朝向复工,跟当初五大案的决策不一样,提醒市府团队应注意公务体系对于非国民党体系的反扑。 周玉扣问,外界质疑简余燕从竞选团队加入,又在市府当了三年观传局长。 如果发现理念不合为何不走人,简说自己也是政治人物,很能体会是否该需衡实施。 但其实除了观光政策外,自己没有话语权,只说市长有自己的十一楼决策圈。 十一楼卫市长四楼层让周玉扣在旁补,他的决策圈就是蔡壁如啊。 呜?